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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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通级肉有多大片 咱们就切多大片了 这个也是两种方法 过去传统的也是有的切得很小的 我们这个呢 为了表现在这个杏鸟这种很韧劲和这个圈转的效果呢 先打一点 好多杏鸟相配 选择肉的时候呢 要选择瘦一点的 第二呢 选择尽到方向方法呢 和一些水果啊 和一些蔬菜啊 相搭配的 这样设计完呢 不至于很腻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 就是非常适合在家里 事先预置好 可以存放一段时间 实际上做完以后给它存放起来 实际上它是一个下酒的凉菜 是 我们把切好的肉片呢 用这个味道 稍微加点味 辣酒 胡椒粉 适量的蛋清 蛋清 淀粉 这个呢 一定要适量 就太多了就是像上浆一样 挂糊一样了 挂糊上浆的作用呢 是不吃起水分 而我们那个菜呢 是让它炸的半干早餐 我们现在用的呢 拌鸡肉 我们用呢 四分钟的转车 再一些水晶粉 然后麻烦你那个呢 点火 点火做油 好 您看呢 这个呢 虽然做完那口味呢 是甜酸的 但这里边呢 照样 也得加一点盐 盐 上面的姜呢 一定要就是是有是没有 对对对 您看这没有就有 对 有呢 又不明显 这样炸起来呢 既饱的水分的出力很多 又炸好这个很筋的 有差不多 是 我们在家里炸的时候呢 可以先加住一片呢 是 是 尽量平炸 平着炸的时候才能出力 分解 一直呢 炸成金黄色 金黄色 就是呢 先把它这个水分炸出去 然后一会儿再把咱们这个所谓的杏味嘛 给它入进去 入进去 炸起来 所以挺的就 崩着劲哈 我们上 就是上色 然后我们盖着小火 小火 这样呢 把它炸开 嗯 最直接做好 把这些做好了 随时客人来了 随时拿出来 对 这当个凉菜 对 韭菜 所以过去的凉菜呢 就叫炭菜 炭菜 炭菜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好看 好看 以这个色香味情色放的第一味嘛 对 其实我们这个菜呢 就符合这个要求 颜色非常漂亮 对 而且呢 非常符合这个 能不能对这个过节这种 红火的这种 这种 它那颜色有点 往这个杏杆的女人 对 对 行笑 让它这个味还小 哎 这个就接近一程做了 行了 接近我们的药的效果 你看 转转的像杏似了 杏似晾干了一下 炸的火候呢 是这个菜呢 做的好与不好的 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下一步呢 我们就用这些调料 把它进行泡去 油不要太多 你炒的番茄酱 能炒开番茄酱就行了 好 好 吃下这个番茄酱 番茄酱 番茄酱呢 一是要炒出红油 第二呢 炒香 好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一点柠檬汁 柠檬汁 哎 加一点这个水 哎 炒油 你看 好 这个加水的量呢 要以就是 没过原料的二分之一为水 哦 然后这时候我们给你小伙 好 下一个杏根 一块来炒 您这一加番茄酱啊 还有这个柠檬汁啊 哦 我就闻到了一股这个 一国他乡的 有点像新加坡菜 哦 你觉得自己手吃便宜一点 加点糖 如果手吃点酸一点 加点素 咱一般的番茄酱 加上这个柠檬汁味道的水 你瞅瞅 但是现在我这角度已经分不出乃是杏肝 乃是肉片了 对 这就是最佳经验了啊 对 我们把这个杏的这个 水呢 汁呢 就完全靠到这个肉片里边 这个呢 靠的时间呢一般在五六分钟左右 五六分钟 我先去的番茄哈 让它均匀呢 把肉片画匀 这一道这个 颜色的滋润 味道甜酸 哎 营养呢又比较均衡的这个杏肝肉 凑着这个喜庆 做好了 凑两天依然不变色 不变味 会更漂亮 适合于过年的菜 杏肝肉 做好了 怎么样 喜庆啊 而且很简单吧 而且非常简单 您可以动手 学做一下 谢谢曾大师 谢谢 我们明天早上一套节目 八点三十四分 天真饮食 老朋友 老弟好 本本天不见不散 再见 将猪通挤切片后 用水淀粉盐腌制入味 再将肉片炸成金黄色后捞出 用番茄酱柠檬汁调味后 再加入肉片杏干 靠五六分钟即可 腊月里准备过年菜 除了鸡鸭鱼肉外 那些开胃的泡菜也是很有必要的 怎么能够泡出更好吃更地道的泡菜呢 明天 小手大姐陈瑜为您支招 介绍地道的重庆泡椒木耳 小手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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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